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宋 私自宰牛是要受到很重的处罚的 最高得做一年半的牢 北宋初年送行统 诸故杀官私牛者 徒一年半 主自杀牛马者 徒一年 既然牛受到这么严格的保护 我就那么在水浒转 还有许多古装剧主 那些大侠 见客们一到店里吃东西 动不动就喊 给我来几斤些好 那除牛肉 请问这些牛肉从哪里来 自然老死的牛有那么多吗 没有牛肉吃 有钱人都吃什么呢 看来 这其中必有蹊跷 首先说有钱人吃什么吧 除了猪肉 他们就是吃羊肉啊 杀羊不犯法 羊肉可以吃 但羊肉很贵 所以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 当然产阳的地区都吃得起 而普通老百姓大多还是吃猪肉 那么牛肉呢 牛虽然不能宰杀 但牛肉的诱惑却是无法抵挡的 于是 有些人就铤而走险 谎称自己的牛生病了 缺割不少腿了 年老体弱了 总之就是不能干活了 以此向官府申报宰杀 遇到这样的问题 官府也不好办 杀吧 羹牛不够怎么办 不杀吧 人家又是使出有因 而且还是主动提出的 最重要的是 市场需要 于是 官府允许你杀这头牛 但是有一个前提 你得上税 除百岁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 杀牛的人就越来越多 最后 竞成了公开的秘密 有的地方还把宰牛税正式纳入到地方的财政收入中 简直就是尽杀牛令如无误 有一位不怕事的知州 将此事捅到了天 直接上斗皇帝宋仁宗揭发此事 于是 宋仁宗下令停止征收宰牛税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吗 门都没有 禁杀令那么严格都没有作用 何况是这个禁收令呢 这阵风过后 市面上的牛肉该冒出来的 还是冒出来了 写水浮传的施奈安 难道不知道这些吗 当然知道 而且明朝的禁杀牛令更加严厉 施奈安之所以这样写 撇花的水浮传 本身就是一部写梁山好汉的书 他们不吃牛肉吃什么呢 明天继续本文作者 鼠山碧霞 一个文章会说话的历史作者 专注原创 拒绝抄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天继续本文作者 李宗监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